哎哟 欠下包住房三个月的住金 让我悄悄的溜回房去 喂 韩顺辰 你给我站住 钱住金你还不还 今天又说明天还 明天又说后天短 到底你想这么办 现在深夜两点半 人人明天要上班 操心别人太难堪 最再不用高声喊 我不管 住金要还 否则明天干你吧 没有道理赶我吧 做人不能太野蛮 哼 谁说我也蛮 你欠猪不还 又想逃债 难道吃了爆纸胆 嗯 让我吹牛一番 喂 三姑 你可不能提人太胜 告诉你 我父亲就是三百万 加在旧金上 钱财几千万 不过这几个月来 寄钱给我可真慢 否则马上可清还 说到我大哥嘛 制作法官 他有权又是不简单 要是你赶我办 我马上给你好看 哟 你们一家人可真不平凡 我父亲在旧金山 家财也有几千万 不信带你去游望 你可知道真不简单 原来你是家财百万 情愿了我对你怠慢 财神爷 你不用搬 明天请你吃大餐 感谢你请我吃饭 实在我是有困难 只要你不再为难 有了钱我立刻还 有了钱你立刻还 太夜了 三姑 你也该休息了吧 哎 是啊 那么明天见咯 明天见哦 明天见咯